看到鼎心这么高额的借款贷款的数字 很多领基本工资的劳工心里恐怕是不好受的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 有越来越多的劳工领的就是基本工资 我们以2009年一直到现在来为例子 前面两年就因为基本工资是动涨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投保占比的变化是不大 但是从2011年起 因为基本工资开始就年年调涨 而每条一字投保基本工资的人数就暴增 去年更是一下子暴增到了242万人 这就占了24.9% 也就是说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劳工 是只以基本工资来投保的 这个显示了基本工资和市场的起薪越拉越近 学者说有一些老板本来给的起薪是比较高一点的 但是看到基本工资一直在涨 干脆就以基本工资来聘用劳工 结果社会上新鲜人都只能拿到基本工资 而今年新拍板的基本工资 明年要涨到208元 可是平均薪资大家都知道已经14年不涨了 这个现象是扭曲而不正常的 年轻人被形容为辛苦的新 新世代 刚才我们提到明年起这个基本工资要提高到208元 这是第一次突破2万元 而且劳动部还研议要推出的利多政策不止如此 包括了有全面周休二日 还有弹性放假 延长赔产假等等 不过这些是劳工们真正想要的吗 劳团讽刺政府就像圣诞老公公 只能发小确信没有完整的政策 基本工资有在调 但是这个基本工资的调整 不管是理性喊话 还是激情演出 各大劳动机关前常见劳团抗争身影 为了争取劳工权益 不论日晒雨淋也挡不住他们准时报到 而这一年的辛苦抗争似乎也有了结果 与大家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就是薪水问题 明年7月1日起基本工资将调高到208元 终于突破二字头 劳动部也成立了基本工资工作小组 新部长陈雄文计划在4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 将为基本工资定出计算公式 回顾2014年劳动部的利夺政策也不少 吵得沸沸扬扬的元旦廉价 终于定案也给了姜葵一个灵干 未来弹性放假也将朝向固定化 全面周休二日有望后年上路 另外男性赔产假延长及员工到值半年可请 语音假也正在讨论当中 另外修不完的假将可补发 薪资等等 劳工小确信政策多连发 不过这真的是劳工朋友想要的吗 我感觉起来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就好像随手这样捏一个 右手就捏一个 然后感觉起来就是劳工有受贿 那说实在的真正受贿的人数 恐怕没有政府想象中或宣传中那么多 他认为对的话就应该用一个政策去制定 而不是每天这边修一点那边修一点 请政府不要一再的用这种小切信 以为就可以买到选票 就可以拿到选票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他们会得到教训 推动时间敏感加上项目繁琐 都让劳团无法买单 看似拉拢劳工的利多政策 更让学者不以为然 我想他连劳工也没办法安抚吧 我想你只要问劳工 大部分劳工看到他自己的平均薪资 是很难 鲜有成长 我想他不会满意 企业最近这几年 因为政府减税的结果 他的获利能力与创新高 但是劳工却没有办法享受到 你不从创造工作机会提高薪资 着手的话 知识解决 其实劳工也是无感的 劳动部推出的政策牛肉 却被劳团及学者齐声吐槽 全台劳工又对这些小确信政策怎么看 如人饮水冷暖置资 有点tv五家里罗一新台北报道